高雄這個地固其實我沒有那麼很熟 畢竟我沒有常常下來 這一次的選舉 這個定帳絕對不是那麼好的 代表國民黨參選2024總統的新北市長侯友宜 南下高雄請義 28號與前立法院長王金平等南部大咖 共進早餐 坦言不熟高雄 未來市場硬帳 未來是完全說的 我們兩岸一定要和平穩定 然後我們很重視是中華民國憲法 讓我們這個國家能夠穩定下來 至此時提到中華民國憲法強調兩岸和平穩定 但論調還是很模糊 王金平早餐會後替侯友宜說分明 也很贊同馬總統的看法 九二共是一定連帶著 這個一中原則 一中各表 所以未來他對兩岸的明確講法 我想應該會更加順勢手禮 除了請義兩岸問題 郭侯二人間的心結王金平這麼看 哎呀 慢慢來不必急啦 如果有需要的話 那當然我們美金一級之力 侯友宜早餐會後繼續跑塌 拜會屏東縣議長週點論 被解讀是要拆蛋牛鬼蛇神說 中午參加蘇清泉屏東知友會 一一拜訪南部大佬 加速正合腳步 進行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進行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